午後氣溫為涼 還有部分民眾到公園散步 但從下午開始到12號的上半天 封面通過台灣 全台轉為有雨天氣 其中最明顯的時間點 落在傍晚到隔天清晨 在整個中部以北跟東北部地區 都有一些震雨的現象 也不排除有一些打雷的情形 而在南部跟花東地區 也會有一些舉步的短暫震雨 在12號的下半天 封面通過之後 大陸冷氣團緊接著南下 天氣逐漸轉為乾冷 星期天晚上的低溫 南部跟花東地區只剩下14到15度 中部以北跟東北部 更下探11到13度 甚至還可能更低 在整個中部以北 甚至有一些比較空曠的地區 可能來到10度 甚至10度以下的低溫 所以氣象局發布了低溫特報 提醒大家要留意低溫的情形 那預估這波冷空氣 會影響到週二 週三的一個清晨 星期三白天之後 這波冷氣團就會逐漸減弱 氣溫也會階梯式的回升 北部回暖到25度左右 中南部更可以達到28到29度的高溫 大家新聞 黃宣柯信志 台北報導 好 來關心國內的疫情發展 今天臺灣是新增了三例的確診個案 而死亡人數是維持在六個人 而統計到現在 臺灣一共有385人是